花了280萬 買了愛車還特別到花蓮監理站 花錢挑選車號 不只是自己的生日 也是結婚紀念日 車牌數字對車主來說意義重大 連車尾也是客製化 特地自己彩繪圖騰 只是這回卻莫名收到罰單 明明人車都在花蓮 近期卻頻頻收到 來自中部違規的罰單 只是拿罰單拍到的照片 跟車主的車仔細比對 根本不同車 一個月連三張罰單實在很無奈 不是自己違規 卻要替別人戴腳 甚至還有一張是嚴重超速 車牌被吊扣半年 前前後後打了好幾通電話申訴 車主說被派出所推來推去 就是沒人願意處理 罰單最終還是到他手上 或是張車呢 如果他一直來 就是來找我 然後一直讓我接到罰單 還是他是販毒什麼犯法 那我說要去承擔這些 他就說這就沒有辦法 那你就只好換車牌 車主指控原警說會處理 事後卻要求他到監理站換車牌 車號已經通報 因此連原車主葉遭殃 恐怕在招到人之前 都會被警方攔查 而針對罰單 車主可以提出證明 原警會協助向監理站撤銷 TBS新聞高中研身份花蓮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看最完整的新聞 看最完整的新聞 剩下最完整的新聞